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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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比赛采用中国围棋竞赛规则 共设六轮 第一轮为团体连棋对抗 每队四名队员组成两组搭档 从第二轮开始 比赛为团体分开赛制 电脑积分编排 每队出场四人 每轮开始前十分钟 由领队上报出场顺序 超时不上报 按照上一轮的出场顺序 比赛用时为第一轮连棋 每方三十五分钟 每走一步加十秒超时判复 第二轮开始每方三十分钟 每走一步加十秒超时判复 名次的确定是 依次比较总场分 总胜局分 对手场分总和 依次比较各台胜率 比较队之间的胜负 依次比较各台直胜 依次比较所有对手名次抽签 比赛设置团体前八名奖励 并设优秀组织奖 体育道德风尚奖 精神文明奖 个人奖项设置有 全胜奖和长青奖 最终经过两天的角逐 四川航空队 以五胜一品的不败战绩 夺得冠军 新浪艺客连队 广西广播电视台队 分获第二名和第三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欢迎收看文评论 我是王湘芸 那么今天很高兴和孟太霖老师 一起为大家带来的是 第四届孟百合杯 这个十六强的一盘焦点之战 由韩国的嫖天环九段之黑 对阵中国的柯杰九段 孟老师好 小英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为大家带来这番棋的讲解 因为这番棋确实是 可以说局势瞩目的大战 这十六强抽签的时候 我就在台下 因为我也是参赛选手之一 我在台下就眼睛正看着柯杰 把那个权威抽出来 一对 对上平衡一会儿 然后全场哇一声 大家都很激动是吧 对对对 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着这盘棋的结果的较量 是那孟老师我就要向你请教了 他们两个人之前的一个战绩 您了解吗 他们两个人之前很有意思 这个有一点 他俩现在应该都没结婚吧 所以最后在这盘棋之前 他俩的比分是11比11 是取这样一个数字是吧 11比11 说明他们的这个战绩 一个是他们交手很多 两个人下了这么多盘 然后下得也非常接近 对 因为他们确实是代表着 当前的当今棋谈的最高水平 绝代双交可以说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决 确实是旗鼓相当 棋逢对手 比分也是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这盘棋就是 我觉得对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盘 是那我们是不是就迫不及待的 先从这盘棋开始 然后再请您多给我们聊聊 他们之间的故事 好的 那我们进入棋局吧 好 这盘棋是经过猜先 是平天环的折黑先行 两个人猜先很有意思 往往决定了这盘棋的胜负 是不是他们的这个比分啊 往往也都是直白的一方 获胜的概率非常的高啊 对 这一点从其他棋手的角度而言 可能还没那么明显 但他们两个之间的 这个黑白的差别是非常大 这也体现出了 他们两个人的水平之接近 因此这个一点细微的差别 就可能左右着这个胜负 这盘棋呢 柯杰幸运地猜到了白棋 第五手便宜环是去三三点脚了 那这个时候它是挡了这一边 对 这是挡这边好像比这边要更多一点 从现在的这个高手们的对局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挡的概率大概是七成左右 而这个班相对来说就概率小一些了 是好像飞一个 飞一个是 长一个 对 都是选择 对 长一个是最稳健的选择 飞一个就有一点气势上都要较量了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洗手都会选择拖一个 形成米式飞刀的一个形状 这个变化就非常的复杂了 白棋搬下来 黑棋顶 然后再把白棋给冲断了 这个变化要讲起来 那我们今天这节目肯定讲不完了 是 所以咱们就点到为止 就是像这样之后的变化非常的复杂 但是在没有任何配合的情况下 在黑棋争则有利的情况下 一般白棋不太敢这么选择 那就这样 我们就这样理解 就如果你下的话 你会觉得避开 对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黑棋有选择的情况下 白棋选择飞一个 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 否则还是选择稳健的长一个 尝一下 对 长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 而这盘棋科技直接就取缔了 我觉得它这也很有针对性 因为韩国棋手一般都比较喜欢实地 我们朴廷环也好 还是以前的李山浩 朴延逊 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就是打持久战的 相对来说 朴廷环的棋风也是非常的全面的 那柯杰我觉得一上来的这个选择 也是比较有针对性 他实战在这里搬了连搬 就是完全取缔 让你黑的是不是没有选择 对 黑棋是只能指此下法 就打持着把这一个棋子打拔了 是 这也是局部的一种定势吧 简单的像这样 是不是我们有一种理解 就是一开始如果黑棋在这提了一个 好像黑的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还行 你自己选你喜欢下哪一方 其实这个应该还算是两分的 因为白棋毕竟也是取得了一个角 这个角上的实地也是 有实木棋也还不错 包括这一排也算是后世吧 虽然这边黑棋将来会有一些先手的利用 包括结材上黑棋也很舒服 将来有立下 甚至可以再延伸出很多很多的损结 这是黑棋以后的可优势的变化 对 但是白棋就局部而言 白棋也还是不错 取了地 因此我觉得还是两分的一个格局 大家都能接受 对 黑棋从这里挂脚 对 黑棋挂 白棋是小飞 这个次序挺有意思的 对 因为一般来说挂完之后再点脚 白棋选择这个的下法比较多 然后选择这个下法之后 一般黑棋可能从这边挂脚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跟这边有配合 但是白棋还是选择在这里先挂 我觉得这可能跟他的布局准备有些关系 对 他可能对这一侧的挂脚的布局之后的后续的下法研究比较多 比较深 所以他可能选择在这边挂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在这边手脚 对 我觉得他这个手脚的方向选择也有意思 就是选在这个方向 而不是说 比如说这里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外室了 那我限制他一下 对 一般的想法是这样的 不过他选择这边也可以 因为这两边没有说绝对的好和坏的差别 那显然朴天环对这个场景他会比较熟悉一些 朴天环他是一位非常用功的骑手 他对AI的研究非常深 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骑手里面可能是最深的之一 最深的之一 对 总统山级别的研究程度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些的配置的下法肯定都是很清楚的 相对来说他可能选择一个 可能是他认为科捷不那么熟悉的一个骑行 对他来说更有利一些 那孟老师我问一个题外话 就如果你对上朴天环的话 你可能会针对他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比如说布局或者是既定战术 这个 不能透露吧 不是 我因为我现在不是很用功 或者说已经不太训练了 因为我现在是转型期等于说是 所以就是说布局套路上 或者说对AI的研究上 那我肯定跟朴天环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了 那你太谦虚了 这是事实 这个不是 这真的是事实 但是也有策略 这样的话也有策略 是什么策略呢 就是说我就走那些特别冷门 反正大家都不懂 相当于说我会避开常见的下法 这样的话 争取不让他的特长发挥 那毕竟人家准备了很多 我要是选择常见的 我等于说撞人枪口上了 这个从战略上讲了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 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现在换到这盘期 就是柯子爷他的心态上 你觉得他是怎么想的 他觉得没关系 那当然 因为他们两个是代表着最高水平 他们对AI的研究 肯定是比较很 都是很深的 因此如果在这个地方上 我自认为我会比你弱的话 那其实从气势上 我就已经比你弱了 他的角度 他的立场跟我是不同的 这很有意思 大家发现很微妙 对 那我们就看看柯姐 他怎么应对这个时候 他是选择了挂脚 他从这边挂脚 然后我猜想他可能会认为 白黑黑黑手或者是高跳 这都是很平常的下法 而肩顶 这条棋 显然也是 在柯女环的准备当中 他是肩顶的对吧 然后再 再小飞 非常奇怪 因为一般来说 感觉总是跳这个 比较正常一些 对呀 对这两个子压力也大一点 对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下法 就是少见一些 因为这个 一般来说 小飞的话 就不太会肩顶这一下 那么肩顶的话 都会跳 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 很多棋手都会这么想 大部分棋手都会这么想 但这番棋 他就偏偏下了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怪异的下法 显然他是有所准备的 我觉得这可能跟 这边征子有点关系 就是将来 黑棋立下之后 各种拐了断的变化 因此在这个角上 将来可能会出现的 征子变化 例如白棋 靠完之后的点 黑棋团了之后 这里边就会出现一个征子 但是虽然现在看起来 是黑棋征子不利 但事实上 白棋是不敢这么下 因为这边的关系 对 那可能这个 一走了一段 是吧 就是把这个 就可能征死了 对 所以他可能在这个地方 他有着自己的准备 总之他选择了一个 很少见的 那么相对来说 他可能是 他认为科捷不够熟悉的 一个变化的分支 他选择这个 如此怪异的一手 那这个时候 白棋是坚定的 坚定的 那白棋的理想图 自然是黑棋长的话 那我加吗 对呀 我还是加紧一点 这个可能得看风格 但是加到中心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选点 在左右两边 骑行一样的情况下 白棋站到了中心点 这个优劣就不言自明 是 不言而语 是 所以就是 很清楚的是 白棋坚定的时候 长白棋逼入 是白棋的理想图 那么黑棋自然要破坏 白棋的理想图 是 如果黑棋现在 就是争这个点的话 是不是这个被虎了 有点不舒服 对 还是也的吗 会虎吧 应该会虎 这个棋型很舒服 很爽 就虎型 关键是你这个棋子 刚好在 卡在我这个上面 等于是这样的时候 撞了一下 对 是 白棋的效率非常充分 所以平天环做了两个交换 这两个交换 在以前看来会比较俗 但它现在也就 因为为了抢中心点 也不惜做一些比较俗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损的交换 就是帮了打吃 对 这个要是过去这么下 肯定会被批评 是的 对 过去的话 估计它这个右上也不会坚顶 对 这个很多下法 其实现在已经 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对 这个 因为现在AI很流行了 AI的思路很多时候 跟人是不一样的 它也颠覆了人类之前的 很多下法 大家可能第一眼 或者说开始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招法 有些匪夷所思 但现在真的是见惯不惯了 是 所以我们看高手们的棋 就是看到招法 我们可以参考 但是千万不要生搬硬套 对 每个场合都是不同的 这个场合 黑棋为了抢中心点 所以它必须要做 这样的一个应急的 两手交换 然后它就可以抢到这个点了 这是黑棋的意图 是 那么白棋 当然没有了拆边 就得往外跳了 它就跑 大跳也是常见的棋型 黑棋飞一个 也是为了防止白棋 从这边跳下来 压迫黑棋右边的势力 因此 黑棋右边把头抬起来 也是当然的一步 然后它是回过头来 走了上边 对 是主要是没有开拆点 如果白棋档还能拆 白棋可能会拆 但现在没有开拆点 就显得这个地方 好像没什么可以走的了 比如说 是打入这种能考虑吗 可以考虑 不过打入的话 黑棋可能就会坚实的 在这查有意义 不应我这个打入 因为这个就是轻处理 这边就是轻处理 然后黑棋的意图是 就是我会拿捏住白棋的下盘 然后让你往上面跑 在你往上面跑的过程当中 我这块棋也会自然的加厚 这是一条线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白棋往这边跑 黑棋往这边跑 那么黑棋一旦厚了 这颗棋子 是 可能它就不足一手棋的效率了 明白了 其实别看它没有说 马上在这处理 其实它的意图 还是徐徐的在这边有影响 对 它是自然的影响到了这边 对 当然这也是白棋 未来可能的一种选择 可是现在科学认为 这个地方还不够急 不是最急的地方 是 它是选择了上方 在这儿露一个 二五千分 这张棋也是很常见的 对此黑棋 靠住也是 对实地拿捏的最好的一手 病的话 这个等于说脚还是空虚的 这个靠住实地是最好的 是 一般来说就是长 对吧 那黑棋就站一上 这个实地就拿得很牢靠 白棋还得拆边 其实这个下法就是 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意图了 我觉得如果它这么下的话 那这部棋看起来是有点缓 就觉得好像跟单拆 好像差别不大吧 对就是有一种 把黑棋加强的感觉 而且有一点不肯 从心情上讲 有点不肯 我当时以为 就是看到这本棋子的时候 我以为这下午就可能 白棋树会飞压这个 现在吗 这个时机 对 因为现在 真的是见怪不怪了 看AI的棋太多了 它露一下脱线的棋很多 所以我以为是留下味道之后 去选择其他的 比较强力的下法 但是没想到科学 就直接在这个局部动手了 是真实发这个 对 它可能也有它自己的设计吧 这个局面当然也是 局部当然也是长型了 对 这个基本上就是定式 不过 从局部来说 还是黑气稍好一点 对 就是时空比较多 对 首先我们以前 这个基本上被淘汰了 这个是淘汰了吗 为什么呢 这个关键被黑棋冲的时候 白鞋形状支离破碎 你说你沾哪边 现在吗 那我可能要取缔吧 那就是将来 这个断点依然存在 对吧 我甚至打吃的时候 你都不见得要沾了 有可能会反打着肠之类的 对 这样有可能重 等于说黑棋 首先自己取得了很大的实力 然后中间这个战斗 可能仍然是黑棋有力 那白棋的所获相对于损失而言 可能就没那么明显 所以关键是我们看棋形 就冲了一提 我们以前的认知 可能会觉得中间 拍到一下很爽 对呀 把他的头给他帮一下回去 对 但是这个这种想法 未免有些感性 你这样讲 好像就把我们人类 跟AI又联系起来了 对呀 我们就只看这个棋形 我们盯着这个棋形 我们看 这个难道不是 白棋有四个断点 已经不好捕了吗 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有了AI的出现以后 其实给了我们很多 更加客观理性的一种思考 对 让我们去把过去的一些棋形 拿出来再分析的时候 觉得不是那么意气用事的 对 包括像以前 其实人类有的时候 已经意识到 尤其是顶尖的高手 已经意识到这个棋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人就会打了贴 之前我会看到很多 然后黑鞋不见得会长 当然现在AI告诉我们 应该长 这我们知道了 但是以前黑鞋不见得会长的 但是从下方上看 我们其实能够感觉到 有一些高手 已经意识到这个棋 被冲 被冲是不好的了 明白了 只不过有些认知 还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在AI出现之前 我们的认知会 再慢慢的改变 然后AI一出现 好像一瞬间 95%的棋都被淘汰掉了 了解了 就好像被盖了个章一样 是吧 就感觉 人类辛苦 建了 建造了几千年的大厦 一瞬间崩塌了 那我们看一下 柯杰他在这怎么走的 好的 这个时候 他应该说 还是走了一个 自己 这个应该算是 他自己创造的吗 如果你第一次 看这个棋型的话 可能会这么认为 但事实上 这也是 借鉴了AI的招法 这个也是AI的选点 对 他实在选择了 思路想见 是 这个感觉很平淡的一招 对 这场棋子 但是意思很明显 下一步棋就是要 滚包 滚打包收 很舒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棋型黑棋被打回去 那白棋是很舒服的 然后在一尝的时候 这边其实也有挤啊 斑啊 各种味道 包括将来就算 就算哪怕简单的 逼住一下 其实这里边都会 产生出味道 没错 所以这条棋是非常大的 一来是把黑棋的棋型 打得不成样子 啪啪几拳过去 你的鼻气脸肿了已经 然后我对外围的影响力很大 同时你还是有破绽 对 这种棋型大家不要学习 就看到这种棋型 我们要下意识地避开它 对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棋感 就是黑棋一旦下出这样的棋型 从某种角度来说 可能棋感需要去训练 这招棋是非常大的 因此黑棋的下一手 平田环也是选择得很扎实的 这个很本分 很朴实的长一个 也就是说其实是这两个的一个差别 那刚才这个棋型 等于说上面都有断点 现在白棋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可以回拆好了 在下面取得发展 那这样的话 这个定式或者这个局部 就是大致这样了 我认为局部还是黑棋不错 是不是有棋还可以跟它的下一手 配合起来的时候 对 对 下一手很舒服 这个棋型黑棋就是它 一它可以 就是在配合的时候 它也可以扩张 就像实战这样 二它就算没有配合 没有扩张 它本身的实地也很足 对吧 这四个子已经八木齐 再加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大概也快二十木齐了 对小二十木 白棋动手 白棋最终落个后手 黑棋还是有小二十木齐 也很厚 那其实黑棋局部 当然是它的效率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一般来说 还是觉得黑棋这样是不错的 白棋很少有挖完之后 立刻动手的下法 就觉得实地上有一点损 对 那黑棋一飞了 白棋它要处理 对那块棋受到压迫 同时这边又被扩张起来 这条棋的价值非常大 可是孟老师 你刚才说这个跳很大嘛 那轮白棋的时候 白棋它为什么不是从这儿思考呢 这个确实好问题 这个好问题 黑棋走这儿是 黑棋要徐徐徒之的意思 就是拿捏住你的下盘 让你往上面走 同时我在底下扎根 慢慢慢慢去缓攻你 但是如果白棋走在这步棋的话 那就会觉得白棋自身的效率 你觉得它太委屈了 是吧 对 有点 就是立二拆一 距离有点近 所以这种地方就是 白棋自己走很没意思 但又很怕让黑棋走到 这是有点微妙 总之就是因为 你上面被受到了黑棋的压迫 同时你自身 你又不觉得自己是一块很薄的棋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微妙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薄 那你可能就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我就赶紧做活 对 但你又不觉得很薄 你不觉得很薄 比如别人走的时候 你又感觉到了来自对方的压力 这就是矛盾的 但是也是白棋就只能面对的现场 必须面对 对 所以实战科捷也就在上面走起 但我当时以为会走在这里 是啊 这个好像像是感觉的一招 对 感觉这比较正常 如果我差一的话 那我就以前的下方 我可能会顶住他算了 这样也可以处理 好像上面 然后黑棋上面 现在黑棋也需要防守 然后白棋再慢慢慢慢地 从这边跳起来 或者怎么样 对 感觉白棋处理自己 应该不困难 对 就是说白棋 如果白棋把自身认为 是一块薄起的话 那白棋之前的效率就有问题了 那科捷他在这个地方呢 是走在了这里 这里 这招起 跟这部 就您推荐的这部下方 一路之隔 对 这部可以说是苦心的一生 是吗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的差别是 它首先 我们看这部棋 他科捷显然也是 意识到了拆异它的架势 就是这个价值 在科捷和白棋房看来 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这部棋既有实地 既自己扎根了 对这个脚上也是一种保护 同时也是破坏白棋的根据地 很有味道的一首 那为什么科捷还要走这儿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 你走在这儿 我正好可以点到 这样的一个器材 所以他选择了 这个时候他选择了这个位置 他是想要 让你的缺一 正好被我一点 凑我的下一首 好的 那也就是这个时候 刚才孟老师给大家讲了一部 就是科捷现在苦心的一首 接下来可能这个 等于是皮球又踢给了朴婷环了 就是接下来朴婷环会怎么样去应对呢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好的 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呢 欢迎大家回来 继续为您带来朴婷环 对科捷的这一盘焦点之战 刚刚我们讲到了 科捷苦心的一首 他为的是 黑棋差异的时候 自己能够顺势点到这里 但是朴婷环也是一样化葫芦 你点在这我就往前贴 等于说黑白双方在这个局部 是完全两种风格 白棋显得很飘逸 但黑棋就比较扎实 一步一步的 像钝刀一样 一步一步的去威胁白棋 是 这个好像让黑白棋 也有一点难办是吧 白棋肯定是不想在这边走起的 那白棋就会压这边 黑棋站回来 白棋藏在这边 就是我们看到黑棋 白棋科捷他的意思是 还是要走在外面 把棋走在外面 他觉得这样的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但黑棋就一步一个脚印 他现在就往前靠 这个必须是命令型 对啊 我再挖一个 这也只好退 对 这也只好退 有了两首交换 这两首交换本身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让白棋这个地方 又出现了相当来说比较尴尬的局面 它是不是比较薄了 对 因为我这边我总是要联络的 对吧 我这里有两首交换之后 我再回到这边二路虎 高效率地度过 然后这边我们看白棋 他怎么办 就是黑棋的刀啊 看起来很钝 步伐很慢 但是它很有效果 就是说让白棋的棋型变得 左右两边有些尴尬 这是朴天环 他将计就计 他的应对 他的选择 那就是说现在白棋 必须要把自己这个弱点得补上 对啊 因为这边马上 黑棋比如长过来 你沾上我贴过来 这两个子可能就被我吃了 因此这个打吃力 基本上不得不打 对 这个必须得补 黑棋沾上 可是现在这边又出现了一个重断 这边还有一段点 这边被点的时候也不舒服 尽管白棋下得很飘逸 但是黑棋的顿端 还是发挥出了作用 显现出了效果 就是虽然黑棋下在里边了 但是让你产生了很多 要去兼顾的东西 对 而且黑棋在下面 其实也是安稳地扎根了 黑棋自身是没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就是 在这个局部中 我可以说 朴棋环是十二战上风 接下来科学 这段点怎么办 干脆他走一招 效率就很高 就继续将这个潇洒贯彻到底吧 对 我觉得这个有点 就是有种好像无形地 来加强自己那种感觉 对 全是毛病 那就也都不是毛病 直接坚冲在这个地方 很有意思 坚冲这个是让你 他希望什么呢 期待你 比如说就这样爬回去 他首先肯定期待你冲 这是最简单的 因为黑棋先刺是先手 如果你往这走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时候 你团了一个 你这个形状太难受了 我就跳长 或者我就单单的虎一会 这两下就好 我都便宜了 明显便宜了 所以首先他肯定是不惧怕 你从这边走的 我们看成这个旗行 就相当于白棋是 以公为首点在这个地方 好像是旗行 对 因为白棋不走 黑棋可以飞过来 对 现在你说我先点你 你飞我就把你给冲断了 它是以公为首的态度 那平定环怎么处理呢 他先 先跳的 他先把这个先手的便宜 给对象了 白棋需要去联络 然后他再回到中间刺 这都是很好的刺序 然后再从这边贴 就还是把这边护住 因为这边是黑棋的大背影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从白棋挖一个开始 黑棋在右边 突然间起了一排庞大的实地 是 这个给白棋的压力太大了 是 就是白棋好像就是 上面走了半天 就是上面得了 但是还未必是扎实的 对 不确定 尚未完全确定是白棋的实地 然后关键自己的棋型 总是有问题 你尽管白棋实战也没有补 就看错了 当作不存在 但实际上它总是有问题的 总是有点欠缺 对 白棋实战在跳 但必须得限制黑棋 同时也是保持自己的高效率 保持自己消散 消散的姿态 是 是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 黑棋就很好下了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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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在中复 将决未接的时候 他选择了在下面 点在这个地方 对 有点意思 因为觉得已经 都对方拆了 而且拆的也不大 对 关键是自己 已经很多实地 还这么恨控 其实是很令人意外的 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 我觉得只要 就把这个飞出来 黑棋真的很好下 这时候黑棋是优势的 但这部棋 虽然有平天凡的想法 但从事后来看 还是有帮助白棋走后之心 走后了 是 白方就放弃 就说是实地 挡住黑棋长 白棋沾上 这两部黑棋 就是等于说 在底下试图想活棋 而且这一瞬间 恰好我在旁边看到 我在对局的过程当中 我起身游荡了一下 我看见这个过程 客棋这个 就怎么样 一沾 这个时候 平天凡 在白棋沾的一瞬间 他拿起籽来 想下这 想下在这点 犹豫了一下 又拿回去了 最终他选择了挖掺 那这个细节很有意思 那是不是说明 他的思路在这一刻 和他之前点的时候 有一定的相违背 他临时改变了一下思路 我觉得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 白棋就这么 黑棋这么 就让给他了 对 他本意是这样 在尖刺 是 这都是命令性 再跳回来 但可能他意外地发现 这个局部被点了 一般的时候 这个局部是死刑 活不了了 他临时 他发现这一点 他感到 这个棋如果我这么活的话 是有问题的 对 那这个是出大事啊 对 这要出事 当然现在白棋 不具备杀鞋的条件 黑棋什么各种 先手 拱拱先手 局部是有活性 但是 我先把这个 护下来 我先便宜便宜 我先去扩张中间 我先去点你这个 这块棋 总是黑棋的心病啊 对 然后关键你还 我点成这样之后 你这冲 出不来 你冲我退 你直接要做活的 所以就黑棋 现在反而 你做活这里 掏掉我这块棋的时候 你反而变得特别被动 那在这一瞬间 他意识到这个时候 做活的角度 跳和贴不见得哪个好 但贴很损 却反而有点损空 对对对 然后跳又不甘心 跳又不安心 干脆他就脱先了 这个时刻 是真的很关键的时候啊 是的 这个这一瞬间 很微妙 总之 我觉得朴婷环临时 是改变了 以下他的策略 是 那柯姐现在先冲一下 这个是你的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 从柯姐的角度来说 他也很难说去硬一个 然后再让你掏掉 那这一出一入的交感 差别还是很大 所以柯姐 我觉得这番棋 两个人的风格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对 但是发挥的都淋漓尽致嘛 对 很有 就是很有内涵 很有意思 这个时候 就是柯姐就将潇洒 观察到底了 他直接点在这个地方 哎呀 真的是想不到啊 对呀 而且这部棋 真的很难读懂 到底白棋想要干什么 对 看上去就是个后手啊 是啊 就是个后手啊 嗯 从后来看 这部棋 也是诱发了一场激战 嗯 这柯姐一看之后 我就忍不住了 断 你刚才说断是必然吧 嗯 我把这给断了 那从后来看 也可以接一个 接一个可能更稳定 更有针对性一些 那这部棋 柯姐终于是忍不住了 那 就变成一个粘出来 这样有意思的局面 对 那白棋就干脆把这个粘出来 嗯 然后这些面 马上打了斑 这个脚上要被吃掉 嗯 黑棋必须团 白棋管 黑棋也是必须要吼出来 把他打出来 然后再粘上 像是这样 好了 白棋通过这一点 这一 从断之后的一系列 可以算是必然了 但这样的部棋 本身没有什么必然性 是 对 就是 感觉上就是让这个节奏 好像缓慢地变了一下 但是意义上来说 没什么大差的 就是白棋现在的收获 是把这边给破了一些 破掉这一代黑棋的潜力 同时这 马上管一个是先生 嗯 黑棋实在不得不提 对 他要补 嗯 白棋冲了 嗯 那么像这样 白棋等于说 在这一代收获了 很大的实地 对 首先现在黑棋 还需要再围着 嗯 然后白棋破 一手机下来 等于说把黑棋 全都给破坏了 破光了 嗯 非常大 然后中间这边 也算比较厚实 你看我们看 这两部棋 对 黑棋还是挺灰的 嗯 现在来看 黑棋当然是很损 嗯 然后中间有 黑棋虽然出头 但有什么价值呢 当白棋飞了 别到这里的时候 对 你黑棋要么自己提回去嘛 那提回去也就四目棋 嗯 也真的没什么意思 而白棋左右两边 其实也都 嗯 都挺好的 现状都还不错 嗯 所以像这样的话 这个点反而起到了 不错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 全力环终于又回到底下了 嗯 是 这必须得走了 对 点在这里 再见 再见 嗯 然后他终于选择了贴一个 但这白棋真的很奇怪啊 这个次序是吧 是啊 嗯 当白棋加的时候 嗯 他可能是就考验一下 白棋到底是会点还是会加 嗯 那点的话 他可能就会直接贴 对 他就跑了 然后就飞出来 他可能是这么想了 嗯 但是 白棋加的时候 他等于说这个局部 留下了一个 猥琐作活的可能性 就直接这么活 但现在有点太委屈了 大事 就是中间被粘出来了 所以在白棋加的一瞬间 他又回到中间 靠一个 对 这个次序上 我们也是眼花缭乱啊 嗯 实际上有一定的必然性 就是 如果黑棋先在中间动手 那么白棋一旦厚了 白棋可能在下面就要杀 啊 强杀 嗯 然后他先等于说 留出一块活棋出来 当然尽管是有一点损 嗯 但是他为的是中间 我确保走到先手的时候 下面可以做活 啊 明白了 嗯 而且是有选择的 厚的时候 我就要搬出来给你站 薄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做活 回头 嗯 所以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柯杰 当然 这种棋 你在这时候搞我 搞我这个心情 那我能接受吗 对 他就想也不想也把你吃了 他先把下面给吃了再说 嗯 这个时候本局迎来了 最关键的战役了 是 当黑棋把这个藏出来的时候 虽然底下都死了 但中间的战果也很大 白棋这块棋 现在变得非常的薄 嗯 冲一下 白棋再冲一下 嗯 给黑棋留下一点 弱点 然后只好再粘回来 粘回手 是 但黑棋靠在这里是形状 这个时候白棋 这块棋是 瘦到了 黑棋的七零 有点难受 对 因为如果你粘的话 我就退一个 这时候 说不定你穿上棋 都不见得能火 嗯 因为我这中间 我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 然后只要你这个口出不来 你可能就完了 对 你今天我就直接 把你罩进去 嗯 那你跳的话 我粘上你 你跳都跳不动的 只有长 那这个棋 白棋真的就有可能死在里面了 所以现在 当靠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的形状被黑棋制住 这是黑棋牺牲下面 在中间所获得的回报 嗯 它也就只好搬 嗯 只好搬 黑棋再冲 是 其实这里的时候 有点难受啊 小杨 你的意思是 让这个太难受了 是吧 没错 是 只让这个确实有点难受 黑棋哪怕就算尝一尝 嗯 这两个字已经轻了 嗯 我这上面收获这么大 而中间我也收获很大 这样的话 那白棋是确实是不能接受的 对 因此白棋现在需要做的一点是 要把这 黑棋这两个字给走中 走中 嗯 它必须要先走中 再练回来 是 它就先小尖 先小尖 跑一下 等黑棋煎出来的时候 它再沾上 嗯 这样使得这两个字 等于说你变重了 当然黑棋还是 实际上还是长这个了 嗯 这长确实很大 它就可以得到这个搬出 这个搬就是 巧妙的一种 这 当搬到这里的时候 嗯 可以说 从中府一代的折冲来看 白棋是占得了上风 啊 这个时候黑棋确实有些难受了 有些难搬了 怎么办呢 就是单纯跑这两个字 有点不好跑是吧 嗯 对 单纯的跑这几个字 关键是现在 这边能粘出来 嗯 对吧 这一粘你就已经 你吃不进来了 不入气了 对 等于这你已经 被我喊在嘴里 那 你怎么办 那就是它实战的答案 对 对 假设你冲 我是把你摟回去 只有提回去 嗯 这是不能接受到 被滚打包装的形状 没错 那实战就 因为这边也是 这等于我 我连籽都不知道 可以往哪摆 如果这么跑出来的话 那这块其实太重了 太重了 白棋连回家之后 黑棋就指出了自己的问题 而这还没做好 这个有点冒不起 这个险 嗯 所以这两个子不得不弃 也必须要弃 我觉得它实战的下法 也比较简密 对 实战只能先吃再冲 防止被白棋打回去 嗯 但这两个子就被生提起来 等于说是 黑棋帮助白棋 把这两个子提起来 嗯 这个白棋收获还是很大的 然后黑棋在这里 抢了一个极限 它还是回头了 回头围住 双方经过这么一长串的折冲 其实结果比较明显 下面白棋都吃掉了 这边破坏了黑棋 若干的木树 现在都先手 你还只有回去 中间我提出来了 嗯 白棋收获是非常大的 啊 是 嗯 黑棋反正 唯一的所获就是 上面吃掉丧子 可是没想到 还没吃掉 就是柯杰这个时候 又把这儿跑出来了 直接跑出来了 嗯 吓得太狠了 它就是不肯给你吃 对就是不肯吃 但其实这个时候 黑棋就算吃掉白棋 已经非常不错的形式 但是柯杰这个也是 凭着一股勇气 把这个给跳出来 嗯 黑棋站白棋唱出来 好像确实拿不住它 嗯 这个不好拿 但是黑棋也是 应该往上面飞 这个时候 黑棋就不能再退缩 关系如果退缩的话 自己的木被破了 下面被吃了 中间被提了 什么都没走着 然后还被跑了 嗯 那什么都没有 明白 是 这样我怎么办 捡一个 你捡的话 我就跟着你走 搬出了 搬出我就冲 就是黑棋一定要去进攻 现在是黑棋 不得不去进攻的状态 嗯 然后我贴先手 我把你堵住你 我就要杀你这块 嗯 总之黑棋现在就是要 不顾一切的进攻白棋 嗯 白棋可能会单靠 然后再沾回来 再把这冲出来 可能会这样 啊 但是就这棋 现在其实 复杂了 对 白棋 其实黑棋也没什么把握 白棋也没什么把握 但是实战 下一步棋 我觉得 朴婷环 在关键的胜负处 朴婷环并没有选择 最看不清的下法 嗯 他还是比较稳啊 他还是 退缺了 也是他一贯的风格 嗯 可以说他比相对来说 还是更稳健一些 嗯 但是无论如何 沾回有一点点像是要 投降的意思 就是你觉得太委屈了 这种棋很难 就是如果我只看到棋谱的话 我很难相信这部棋 出自顶尖高手之手 嗯 真的 很难 很难相信 他可能还是觉得 这个棋是能收的 还是可以继续收关 继续维持局面的 嗯 所以他这样选 嗯 但是从事后来看 这部棋可以说是 黑棋的白掌 是 白棋贴了 对 白棋贴了拐 把这个三个子 也跳回来之后 等于黑棋无所获 嗯 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战役的结果 我想黑棋和白棋 柯杰和平凌环 他俩都知道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这一定是白棋 占得了便宜 嗯 所以我觉得 从心情上 我觉得很难相信 这部棋是出自平凌环之手 嗯 接下来 那就拆变了 那黑棋的战略就是 打持久战 能够希望在 棺子能够有所斩获 嗯 拆变 白棋是打 白棋打一下 黑棋要联络这边 就要团一个 嗯 但是白棋把这个尝出来 这个是 很大 也是很大的一手 这两点是剑合的 嗯 这个能贴住也舒服 对 然后把黑棋打持 黑棋又追了一下 然后在中间 这个必须要重复 否则被打回去了 对 这都 这到这都必然吧 嗯 到这算是必然 但下一手战 可以说是 盖棺定论的 黑棋的最后白兆 哦 也就是这个时候 很关键了 对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 当然也是一个 战略的选择 非常难 从事后来看 黑棋的这一个选择 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嗯 它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实战黑棋是从这边打断 对 从这边打断 白棋实然是挡住 嗯 黑棋把这两个子 给抓起来 是 按理说这个收获很大了吧 对呀 我们觉得好像 没看出什么问题啊 对 但是这个子被粘住 对吧 嗯 这三个子才是本局 到目前为止最关键 到这个阶段最关键的 是最大的地方 是几所 嗯 把这个粘住之后 这个不仅是三颗棋子 包括下面的木属问题啊 这局部可能有实木器 嗯 更重要的是 粘完之后黑棋不活 黑棋就必须要在下面做出 尖这个 对 有点损 在粘上的选择 是 这粘也是很拼 说实话 也很拼 但没办法 而尖这一下 把脚的木直接给伤了 嗯 将来什么都不看 这例如白棋成功先手 白棋可以直接跳到这个地方 甚至点了先手之后 就直接尖过了 哦 这个脚等于就变白脚了 就是白棋可以点四木齐了 嗯 这太残酷了 嗯 所以这连在这十木齐 加上脚上的木术 你已经尖了一下 这已经损进去了 然后额外含有 含有后续的手段 是 这个价值太大 是 反观中间 黑棋虽然提掉两字 但是对两边的厚薄 没有产生质的影响 嗯 微小 只是微小的营养而已 而木术呢 显然没有 大概二十木齐那么大 那怎么可能呢 因此 事实上黑棋的败招 是把这个提起来 嗯 就是他可能没有想到是 认为得了 其实反而亏了 对 他可能觉得这两个字 我已经不得不提 建在弦上 必须要提了 嗯 实际上从后来看 反而是错误就选走 是 那是不是这个 刚才你说的 嗯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 当然了 黑棋也很难去尝这个 原因是 白棋可能就会 走这边 走一个 这都不大了 就全死了 嗯 也不行 所以黑棋的焦点是 既要吃掉这三颗棋子 又要防止这边白棋做大 所以把黑棋其实应该点一个 哦 灵活一点算了 对 你走这个我再把这个吃了 嗯 这样才是稳健的想法 这样的话 胜负上有一争 嗯 还是得看收官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两颗棋子 你沾上一封 这个影响好像不是很大 无所谓的 是 你吃掉的话 我也其实也不是很大 我只要限制掉 限制你的木树 然后再收官 收这种大棋 这个棋是完全可以平衡的 是依然是有胜负的 嗯 但实际上 朴天环的 一个错误的选择是 他觉得这棋 现在显然不得不吃了 就是这样子 对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然后被这个粘住 嗯 让黑棋把它粘上 白棋是收官 对 收在这里是吧 对 黑棋 对 然后走 对 这个时候上面木树 其实黑棋 就没法看了 那黑棋只好做最后的拼搏 就在这边搬 嗯 去往上 想要断白棋 怎么办呢 就只要先点一下 如果白棋粘上 黑棋就能够把白棋给断了 嗯 这是意图 但柯杰现在都看 都看 都看得很轻的事情 对 就好像这个对他们来说 不困难 而最后也 就进程也非常的精彩 实际上黑棋冲 白棋 黑棋吃 对 这好像一本道了 对 然后黑棋 因为这边有一眼嘛 白棋要吃 白棋必须要破掉 另外一只眼 嗯 把这些冲掉 把这粘了 对 这个时候大家看得就有点激动了 哇 看起来这白棋怎么就大王要全死了 是 是 因为这个时候真的 如果白棋没有找出眼的话 就确定死掉了 这块棋 嗯 实际上柯杰在 早在之前就已经看清了这个变化 对 我们赶快给大家 把这部棋摆上 嗯 白棋一路点 下出绝妙的一首 嗯 这部棋可以说是柯杰设了一个圈套 啊 平天还也不得不上 因为不上 反而也输了 嗯 没错 也就也 然后最后等于说 在双方的配合之下 我们看到了 一路点的 绝妙的一首 没错 嗯 这手棋应该也算在上 发扬论上面的这种 对 嗯 如果黑棋一挡的话 白棋这边就可以靠下来了 对 这个我要是冲 我冲一下 再吃 对 这打结了 打结了 嗯 这打结就不用看了 白棋结材太多了 对 嗯 所以这个地方一点的时候 黑棋实际上已经 不行了 最后的结果 黑棋在这里 在这里搬 粘住 挤一下 挤一下 粘上 然后黑棋还只好回来 还只有 回来 自己补一个 补在哪儿的事情 当然补了一个 然后被白棋往脚上跳 白棋先跳两下 先跳两下 嗯 这样 对 然后呢 他一补 白棋一爬 嗯 再一冲 嗯 最后就结束了 像这样的 结束了 因为马上白棋要做活 自己黑棋还要补一手 这样就没法看了 是 沙龙失败 最终这盘棋结果就 以 平链 平链的中盘认输 结束了 是 这盘棋可以说是 非常的刺激 那么也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回味一下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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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